今天我们要来讲的故事叫做甜蜜欢乐舞会 那这本书呢是好吃的服装店 这本日文绘本它的第二系列的第二集 那之前已经讲过好吃服装店大家很喜欢 那我们今天来讲新书甜蜜欢乐舞会 羽衣屋是一家好吃的服装店 想变得好吃的食物都会来这里买衣服 今晚甜蜜欢乐舞会就要隆重登场 店里来了好多想打扮的香甜可口的点心们 从早上开始就非常热闹 哇这就是羽衣屋 他们就已经换好衣服了 对这是换好衣服的 您好这边请让我来协助您试穿 他们变成cake 对这是谁 这是一个气氛蛋糕 对蛋糕体对不对 老板羽衣仙女带着海绵蛋糕到室衣间 你看这室衣间里面有什么东西 这边有绵绵甜甜的糖粉 这边有脆脆甜甜的粗糖粒 还有顺口清甜的白砂糖 这里有写说就是 对这里是各式各样的果冻和软糖 然后这里写五颜六色的巧克力米 在蛋糕上有时候会有那个巧克力米 好再来呢 请把手再举高一点 羽衣仙女呢 让海绵蛋糕穿上一层鲜奶油 你看他在海绵蛋糕上涂一层鲜奶油 变成鲜奶油蛋糕的样子 他把那个鲜奶油都挖掉 对然后看来还得再加点东西呢 才说完他就拿着鲜奶油 他帮他抹一层鲜奶油在他身上 然后才说完呢 羽衣仙女就帮海绵蛋糕 扑滋扑滋的 纸上了几朵鲜奶油 他应该会有那个东西 你留到他衣服上吧 no 然后他很小心啊 然后他有拿起草莓 扑咚扑咚的添加装饰 这边也来给我一个吧 没问题这里也要一个是吧 您看完成咯 你看 他把他上面挤了奶油花 然后还一个个点缀草莓 草莓鲜奶油蛋糕 盛装出场 海绵蛋糕变成了草莓鲜奶油蛋糕了 真好看 对了 我还要这个 草莓鲜奶油蛋糕 拿起了一块巧克力排 直接带在自己的头上 谢谢您的会顾 你看他身上是弄到一点鲜奶油 没错 草莓鲜奶油蛋糕刚离开 我还以为他不开心 雨衣仙女就招呼起一旁的布丁 你以为他不开心啊 他只是有点惊讶的样子 为什么呢 你听听看他说什么 他说这位客人 我可以用这些水果和鲜奶油为您量身打造非常适合的服装 这个已经被那个切了这里 对 然后他就说咦真的 那么就交给你吧 不知道这是什么 这是苹果然后雕花的苹果 他说好的这边请 他这边有什么呢 他本来在看的是焦糖浆 这边有砂糖酱油 还有蜂蜜 还有糖渍樱桃 这里是新鲜水果 好多东西哦 在雨衣仙女帮忙打点之下 布丁摇身一变变成了法式布丁 哇这是我吗 怎么帅成这样 法式布丁简直迷上了镜子中的自己 这身衣服我买了 谢谢您的慧顾 你看他的好漂亮啊 变法式布丁了 接下来走进店里的 是日式丸子两兄弟 麻烦帮我们找合适的服装 帮我压着 今晚参加甜蜜欢乐舞会要穿的 没问题 两位要不要试试这个呢 什么东西呢 他手上拿的是砂糖酱油哦 他这边也叫糖酱 哥你变成黏乎乎的砂糖酱油帅哥了 砂糖酱油 是这一个 是米塔拉西蛋糕 我觉得这个最帅 对 他说你才酷呢 根本就是绵绵蜜蜜蜜的红豆泥型男 这是红豆泥 他们俩分别变成砂糖酱油丸子和红豆泥丸子了 他们两个都很帅 对 砂糖酱油给我多淋一点啊 红豆颗粒给我多沾一点啊 谢谢两位的慧顾 好多东西哦 这边还有黄豆粉 然后上面他的天花板上全部都是这些穿的漂亮衣服的甜点 然后过了一会儿 两个细长型的泡芙走进店里 这个看起来不错吧 他们准备把草莓带到头上 那边的客人请等一下 于衣仙女赶紧出身阻止 两位的身体这么柔软娇贵 可承受不了草莓的重量啊 草莓是很重的 可是泡芙是很轻轻薄的 这才是最适合两位的 每两下子 雨衣仙女就让他们分别穿上不同颜色的巧克力酱 真的耶 好精巧哦 真适合我们 于是两个细长型的泡芙呢 就变成闪电泡芙了 我们就买这个 谢谢两位的慧顾 你看他们变得好漂亮 之后呢 又陆续来了几位客人 每个都嚷着 我要变得更香甜更美味更体面啊 于衣仙女用她挑选的香甜服装和首饰配件 一一为他们盛装打扮 你看这个饼干弄了糖霜饼干 变有眼镜还有拧结还有胡子 那这个这个是什么东西 可能是 对 这是有红豆泥还有黄豆粉的 那这它那种栗子变成栗子蒙布朗 那店里有许许多多的香甜服装 就这样一件件的卖出去了 然后大家都变好漂亮 那这是什么 对 这是刹冰 那甜蜜欢乐舞会就快开始咯 店里只剩下一点脆脆甜甜的粗糖粒 看来今天可以打烊了 突然 于衣仙女往外面一看 好像有人在店门口徘徊不去 那个人有什么事吗 为什么有人在门口呢 于衣仙女打开门 发现站在那里的是酱油仙辈 不知为什么 她的表情看起来有点落寞 我好想吃真正的 不是不是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活着的这个这个仙辈 你不想吃它是假 这是它是像人一样的是不是 他说人家也好想参加甜蜜欢乐舞会 可是根本就没有香甜的服装 适合我们仙辈吧 快别这么说 我这里刚好有跟您绝配的服饰哦 才说完 于衣仙女就就怎样 开始烘烤酱油仙辈 缓缓的烤啊烤 烤的焦焦脆脆 飘香好滋味 然后撒上那些粗糖粒 哗啦啦 妈妈我要现糖在这上 对啊 可是很热哦 很热很热哦 这是一个烤网 它下面是火 然后它把它烤得焦焦脆脆 然后再撒上它 你记不记得刚刚它说它店里面只剩下粗糖粒 所以它就把剩下粗糖粒全部都撒在它身上 它就说好了 您觉得如何呢 粗糖粒礼服大功告成 酱油仙辈变成粗糖粒酱油仙辈了 美美美极了 粗糖粒一闪一闪亮晶晶 让人看了目眩神迷 对它变好漂亮 像几啦几啦的闪闪发亮 像我的那个宝藏一样 对 走吧 我们得赶快前往舞会现场啰 当粗糖粒酱油仙辈一出场 所有参加甜蜜欢乐舞会的宾客都看得入迷了 请与我共舞 香甜的绅士们都忍不住开口邀请粗糖粒酱油仙辈一起跳舞 你看它变得好受欢迎哦 你看其他的女生看得多 居然是他最受欢迎 然后呢就这样 大家甜蜜的跳着舞 跳进了深夜 对 连这个鱼衣仙女也在里面 这本就讲完了 这是好吃的服装店 甜蜜欢乐舞会 这两本都好好听哦 好好吃哦 好 等一下再讲这件事情 拜拜 拜拜